骨質疏鬆的初期沒有明顯的徵狀 大多數發現的時候已經骨折 可以稱得上是隱形殺手 根據調查 全球每年有八百九十萬人 因骨質疏鬆症而導致骨折 香港大約有一半更年期後的女性 有骨質疏鬆 平時工作, 我也要穿高跟鞋 一站就要站一整晚 之前我試過長期腰酸背痛 去做檢查 醫生說我有脊椎側彎 以及骨質密度偏低的問題 原來蓋涉取不足 骨質疏鬆有機會導致情況惡化 原來我這個年紀也有這個情況 哪類人士容易出現這些情況呢? 三十歲開始, 我們的造骨功能下降 骨質加速流失, 容易出現骨質疏鬆 隨著年紀的增長, 骨格就會變得脆弱 失去原有的堅硬度和承托力 嚴重起來甚至會出現骨格變形 身高縮水、駝背、骨折這些風險 成年人每天需要一千至一千三毫克鈣 日常如果營養不均衡 有機會要額外攝取鈣質補充品 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補鈣建議選一個天然的來源 而海藻鈣就是屬於天然鈣質 吸收率比檸檬酸鈣和碳酸鈣高 而且沒那麼容易引致便秘和遺漲 為什麼很多人吃了一段時間 鈣片也沒有什麼效果? 補鈣要補正方法 吸收和阻止流失同樣重要 不然就像穿了洞的水桶一樣 一邊入水, 一邊流水 攝取含伏方成分的天然鈣片 效果較為全面 例如維他命D3可以增加鈣吸收 橄欖葉可以增加骨鈣素濃度 洋蔥垂取可以增加骨質密度 阻止流失 美恩針對情況, 補鈣大約半年 後來怎樣改善? 我有一個華映的朋友 介紹我吃一款 含有天然海棕鈣的補充品 它有不同的營養 細小粒, 很容易吞 補給鎖三種效果同時發揮得到 效果如何? 現在骨質密度指數正常回來了 還有站得久, 腰部也沒那麼痛 就算是一種人對抗亂的 效果也沒那麼痛 在那裡